一枚清晰的圆顶鞋印 一个敲开房门的熟人 两个逃离家庭的漂泊客 欲试夺刀惊喜一刻 年轻女子为何惨死异乡 微信寻踪不懈努力 警方如何寻刀 捉刀记 片段暗幕即将播出 四天前 郊美镇的一个出租屋里 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 一个年轻的女性置身裸体的惨死家中 展开侦查后 专案组要求每一个侦查员 在获取相关线索后 要第一时间将信息 上传到分局的微信群里 只要有群里面的某一个人说了一句话 我们其他人都能及时说到看到 有什么信息可以互相碰撞 利用我们现在的这个传播的这个手段 这个可以提高我们整个侦查破案的这个效应 嫌疑人的踪迹不断在监控中出现 相关截图也及时的发到了微信群里 然而四天的时间过去了 侦查员的追踪总是把批准 始终无法确认嫌疑人的落脚底 面干不破我们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个微信群 也是我们所有侦查员专案人员 情绪的一个集中发泄沟通的一个地点 案发后第四天 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在监控中 发现了疑似嫌疑人的身影 这个地点距离侦查员只有二三空中 这是侦查员距离嫌疑人最近的一次 获知线索后 微信群中的侦查员 火速向目标地点齐齐 一路指引派出所民警 进入现场的报案人名叫王飞 出事的是她的女朋友项羽蒙 一位按摩技师 门是开着的 门开着 就是有这么一门 新的过敏的那有人出事了 电话从晚上打到早上 一直没通过 王飞担心了一夜 她在厦门的一家工厂打工 下了夜班之后 她就静止赶回了女友的出租屋 沐浴那个冲水的水一直响 我以为是她在里面洗澡 然后推开门一看 她就躺在地上 当时就给我吓一跳 王飞无法相信 头一天中午还给自己煮面吃的女友 这一刻竟然会赤身裸体的 躺倒在卫生间中 我就是在想 到底是谁干的 我心里身上 怎么下手这么狠 我说你给她打伤 再多钱我都可以给她治好 为什么要给她治命 张兆市公安局 台商投资区分局的行政技术人员 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展开细致的摊验工作 中心现场在卫生间 死者在角落里 死者的坐姿 还有她流血的位置 伤口的位置 跟那个墙壁的高度是一致的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 第一线就是在卫生间里面 从四周的痕迹看 被害人与嫌疑人之间 发生了拉扯和搏斗 被害人应该是在洗澡的过程中 遭遇了袭击 趁这个受害人到卫生间去洗澡的时候 他就刀拿起来冲过去 威蹄当中应该是比较轻的 在倒地以后 在洗手盆底下的扎痕 是致命的 死者的脖颈部 以及胸腹部 有多处刀伤 从商口分析 胸器应该是一把 刃口宽度较窄的单刃刀 不过 嫌疑人下手很重 就要置被害人于死地 死者 急性大出血死亡 失温的测定 结合现场 环境的温度 死者 是在 20号晚上 10点半左右 死亡 在这个近20平米的房间内 化妆品 生活用品 床上用品的摆放状态 都很自然 房间里 看不出 有被翻动的痕迹 唯一异常的是 一个枕头 掉在了地上 刑侦技术人员 在枕头的一侧 发现了血迹 在枕头上的 那些 都是那种 插秤的 随后 他们又在卧室 床东侧的地面上 发现了低落动的血迹 除了血迹以外 最有价值的痕迹 是一枚 未知名的鞋印 结合血迹的分布 技术人员认为 这枚旅游鞋的痕迹 有规律可循 他发现自己受伤 在出门的过程中 清理了血迹 有一个枕头 拿到地上来擦拭 至少 他手上 也有 窗口在出现 血迹和血印 应该是嫌疑人留下的 他在和被害人 搏斗的过程中 可能受了伤 现场 也没有发现 有钱财 这个丢失 所以很难去判断 是因为劫财 疑问出现在时间上 被害人的遇害时间 大约在昨晚十点半左右 这个时段 多数人家都已经闭门休息了 被害人在洗澡的时候 难道没有锁门吗 经过勘查 警方确定 现场的门锁完好无损 没有新的故意破坏的人机 属于一种和平进入的方式 熟人作案的可能 是警方认为的重点 但是 从现场勘查的情况看 嫌疑人的作案动机 案件的性质 还很难做出具有倾向性的判断 看起来是简单 实际上也是比较复杂 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说 他男朋友到底有没有这个嫌疑 警方的怀疑并不是不方捉影 被害人的职业 经历 并不像他男友王菲说的那么简单 因为通过调查访问 死者男女关系比较复杂 在家里面已经结婚生死 在这里还有一个男朋友 平常还有一些客人 跟他有联系 2014年5月 王菲在家里发电做按摩时 和向羽萌相识 王菲和向羽萌严临相访 两个人情投意合 同位身在漳州的异乡客 彼此的温暖 让他们的联系愈加紧密 她一直就是说 非要嫁给我 她在我心里就是说 非常节俭 是可以过日子的那种 王菲开始憧憬着婚姻的幸福 但是王菲父母 看不上向羽萌按摩女的身份 所以在工作的问题上 两个人逐渐产生了矛盾 我说让她去找个正式的工作去做 她说按摩 我说按摩那种也不好 我意思说让她去常理上班 王菲的建议 向羽萌并没在意 她一直没有换工作 为了拴住王菲 她还想尽了各种办法 跟男朋友交往过程中 要了两万块的欠条 这个是一种保证金 假如她在找女朋友 这两万块必须要偿还 平常的关系也比较厚杀 她有没有吵架之前 昨天我有跟她吵架 对啊 就吵得不是很多 就在案发前一天的中午 两人再次因为工作的问题 发生了争吵 然而王菲对向羽萌 曾经的家庭状态并不知情 两个人也没有其他的矛盾 这样的争吵 是否让两人反客相向 进而引发了血案呢 第一时间通过传统的排查方法 就确定说 她男朋友20号晚上到21号早上 都是在下门市响案期 她变成没有这个作案时间 向羽萌恰巧是在男友 一般的时候遇害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神色慌张 眼面奔走的男子 究竟是谁 这个时间段是完全有作案的特论 模棱两可 警方如何锁定犯罪真凶 我真的不相信 不相信他会杀人 难以置信 嫌疑人为何如此泰然自若 在我们镇杀了人 还敢在我们镇这样子 潇洒地一路走 再找工作 捉刀记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9月21日下午 在现场勘查的同时 走访排查也随即展开 昨天晚上 住在对门的雷先生 留意了向羽萌家的房门 当时就是10点半的时候 我回来的时候 就看这个门是这样疏远的 里面环境的灯是关着的 但是洗手间的灯是裂着 还听到洗手间水流水流的声音 房门留了一个巴掌宽的缝 雷先生以为女租户在等人 直到今天早上 她都没怎么在意 5点半左右 我出门的时候 门应该打得很 被风吹开了 只看见电风扇在里面吹 没看见人 行医生应该在10点半之前 已经离开现场了 因为她现场也没有发生改变 向羽萌的家近临大街 她工作的理发店也在这条街上 从她家到理发店 步行只需要几分钟的功夫 结合走访的情况 警方锁定了一个时间点 她的一个同事 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她就说20号晚上 22点左右 这个受害人 有在这个理发店里面 接到一通电话 案发时间段 应该在昨晚10点到10点半之间 警方开始以现场和理发店为原点 寻找沿路的监控探头 这个路径 他有没有碰到什么人 有没有接到什么电话 有谁跟这个人 有事外人有接触 案发小区只有一个出入口 这里的摄像头没有物业维护 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了 但是出入口处是一家快递公司的邮箱柜 邮箱柜上的摄像头正对着小区的出口 9月20日晚上9点41分 项羽蒙左手提着一个袋子 漫不经心地回到了自己租住的那个单元 这是项羽蒙遇害前留下的最后一段影像 不过在项羽蒙回家后 一直到晚上10点半左右 除了邻居雷线上 警方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反倒是在项羽蒙回家前的几分钟 有一个可疑的身影 在项羽蒙进入小区前4分钟 晚上9点37分 一个身材偏瘦的男子 鸡匆匆地进入了小区 他穿着短袖 气氛裤 脚上穿着深色的袜子 我们再看一下 他有没有走到安华山上楼楼里口 走过去走过去 手机换拿了一手 好像在打手机的 4分钟的时间 项羽蒙从理发店回到家 已经做够了 这名男子是不是项羽蒙的联系人呢 侦察员继续在监控中 查看这名男子的行踪 50分钟后 那名穿着七分裤的男子离开小区 他脚上的深色袜子明显不见了 而且在走进门口的时候 他故意用右手遮住了面部 这个时间段是完全有作案的可能 根据监控录像显示的时间 侦察员在项羽蒙的通话记录中 找到一个叫刀小峰的男子 我们就有点怀疑说 21点37分进去西纸公园 21点27分出来的这个男人 是不是嫌疑人 是不是刀小峰 刀小峰40岁 云男人 今些年一直在漳州挡工 他20号晚上 为什么要联系项羽蒙 他跟项羽蒙又是什么关系 侦察员马上找来了刀小峰 曾经的老板和工友 让他们对监控中的男子进行辨认 虽然他们觉得监控中的身影和刀小峰有些相似 但是大都不敢肯定 不能确定说这个人就是刀小峰 因为说他这个图像太模糊了 在工友眼里 刀小峰为人老实 干活吃苦耐劳 他家里的话不像是会犯事的人 他曾经的老板赵先生深意未然 我真的不相信 不相信他会杀 因为他这个人看起来不怎么 不像是四川非大种人 你知道吧 平时在工地上的话他也很温和 晚上八点多 警方找到了刀小峰居住的出租屋 但是家里没有人 二十一月晚上开始在查找他的下落 因为当时他的手机也关机掉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往哪里去 当时就把刀末作为最主要的嫌疑人 刀小峰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失踪呢 在将刀小峰认定为重要嫌疑人的同时 状案组将分局一直沿用的微信群 更名为寻刀群 微信群叫寻刀群 寻找到寻 刀小峰的当 当时我们分级是警情会商的形式 经历这个微信群 群消息中的第一个重要线索 是一张落款为刀小峰的借据 它来自于一个曹姓老板 案发当晚八点多钟 为了刀小峰欠他的赌盖 曹老板和刀小峰又威慑会面 我说你借我六千六 现在还我一千一还差我五千五 我说你自己看一下 我奉劝你 我说不要再去金山打牌了 为了要回六千六百元欠款 曹老板追了刀小峰两年多 几天前他终于发现了刀小峰的行踪 刀小峰跟他约定二十号还钱 因为这天是他发工资的日子 曹老板找到刀小峰的时候 刀小峰还在麻将馆打牌 他说他那天晚上想去打牌赢一点还我 我说你以为打牌是不赢的 我说你赢得还好输了呢 他说那曹哥你能不能 给我拉几百块 做一下生活费 我不打牌了 你说我要去找工作 虽然曹老板并没有要回全部欠款 但是他确信 刀小峰身上确实没钱了 临走时他还留了一百块钱给刀小峰 身上已经没钱了 只上一百块 九月二十二号案发第二天 寻刀群中出现了一张清晰的视频截图 有一个蓝蓝的 穿着冬天的衣服 手上拿了拿着一百以上 从我们这边一个叫锦宅村的路口走出来 通过与户籍照片的比对 以及刀小峰公有的指认 侦察员确定这个人正是刀小峰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锦宅村呢 侦察员随即进行了实地走法 在刀小峰出现的地方不远处 树上挂着的联系方式 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当时我们就在分析说 这个人从村里面走出来 一直晃晃晃 他是不是在找工作 金宅村跟刀小峰没有任何的联系 他身上已经所剩无几 他会不会通过打零工 来抽搐逃跑的路费 不过侦察员清楚 这样的推断确实有被常理 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杀人犯 在我们镇杀了人 还敢在我们镇这样子逍遥 这样子潇洒的一路走 在找工作 招工的是一家卖苗普的商店 他就在监控探头的不远处 侦察员能否在这里 锁定刀小峰的行踪呢 如此巧合 新的细节建立何种言行 都穿了一种蓝色的鞋子 悬赏激达 嫌疑人踪迹在线 他跟我说 是就是他 百折千回 抓捕能否顺利实施 到时候有钱的话 可能第一时间就跑这个 捉刀记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9月22日 案发后第二天中午 侦察员来到锦宅村外的 一家苗普店 店中反映 头一天中午12点多 确实有一个男子找上门来 他还是想来这边做事做立化的嘛 我儿子给他说不需要了 我现在有功能了 先给我打 经过电竹辨认 过来应招的人正是刀小峰 这也证实了警方的推测 刀小峰正是在一路找工作 他身上应该是有钱的 他如果说有钱的话 人体时间就跑不掉了 金宅村旁边是角江路 沿途多是工程 除了查看监控以外 侦察员确立了另外一个调查方向 在路口也好 在电线缸也好 厂门口也好 看有哪个厂 有在贴那种招工信息的 我们就一个一个去问 22号下午 当侦察员问到一家造纸厂的时候 线索出现了 我们就直接问他说 这两天 有没有一个叫刀小峰的过来应聘 他电脑上马上一查说有 看他穿这个长袖长袖 我是有点奇怪了 侦察员马上调看了21号下午 办公区的监控录像 14点20分 刀小峰过来应聘 他穿着深褐色的长袖上衣 左手拿着伞 还是跟在锦宅村出现的 城市监控出现这个 里面画面是一样的 都是穿着一双蓝色的鞋子 侦察员立刻把这张视频截图 上传到寻刀群中 群中的技术员最为关注的 是刀小峰脚下的旅游鞋 他们需要确认 现场出现的鞋印 是否是同款鞋留下的 在侦察员的仔细询问下 面试刀小峰的工作人员 回想到一个细节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 就是说刀小峰 当时去变事的时候 左手 食指 有进行爆炸 他说这个是没事的 是小意思的 因为不小心擦伤而已 这一情况 符合警方在勘察中 做出的推断 一个小时后 根据蓝色绿油鞋的特征 和鞋底的花纹 侦察员确认 这是一块安踏牌运动鞋 跟刀小峰在应兵办公室穿的那双是一致的 鞋的底部的痕迹 跟我们现场的是一模一样的 寻刀群中的线索不断反馈上来 所有的疑点都集中在刀小峰身上 侦察员再次确认 他们选择的目标应该没错 刀小峰应该就刀小峰了 我说天底下没有那么多巧合的事 多种巧合凑在一起 可能就是事实 根据造纸厂的运工要求 刀小峰需要自行去一家定点医院进行体检 拿到体检表后再回工厂面试 可是直到案发后第三天 这家定点医院和造纸厂 都没有刀小峰的身影 此时寻刀群也安静了 再也没有新的线索反应上来 侦察员没能进一步找到刀小峰的踪影 这个龙石托法基这个现场 它这个流动性比较大 特别是邻近下人 交通便利 如果要外逃 这个其道会比较多 这个现场比较难以控制 刀小峰一旦抽搐到入费 他会迅速外逃 那时追逃的难度就无法预测 为了防止刀小峰离开张州 警方在各个出城卡口展开严密排场 在工厂出独屋等地方进行布控 同时通过微信公共账号 发布悬赏通告 征集有关刀小峰的线索 发布这个微信悬赏通告 可能不至于能够惊动到刀小峰 他说我们在台商区 放一类的微信上 刮布了线索公告 让士林提供他的行踪 9月24日 案发后第四天早上 11点14分 一家食品企业通过公众号 反映上来一条线索 他们发现了疑似刀小峰的身影 得到消息后 当警官火速赶往该公司 11点半 他就拿着刀小峰的照片 找到了公司负责人 我有放大用彩色 打印出来 给这个女护士人看 他跟我说 就是他刚才的影片 半小时前 曾警官蓝眼心中的激动 他马上要求调砍监控 进行详细比对 因为他公司装的监控室 清晰度很高 我马上又说 把这个用手机翻拍 发到微信上去 寻刀群中的侦察员 技术员 在第一时间 对断视频进行了比对 他们的结论 令所有人都很沮丧 说 这个人不是刀小峰 排除了 另一方面 寻找刀小峰踪迹的工作 并没有停滞 错误线索被及时排除 也给专案组争取了时间 在造纸场以外 侦察员一直沿着刀小峰 可能的行动轨迹 调与监控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下午四点多 侦察员在一个企业的门口 发现了刀小峰的身影 22号早上7点跟8点之间 刀小峰联系 经过这个门口有两次 而且他是慢慢在走 还是穿着那件冬天的厚衣服 还是拿着113 得知刀小峰还在辖区内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这家企业距离杨错村最近 这里很有可能是刀小峰临时藏内的地方 他手伤有手伤 有可能到医生手去包扎 或者去简易的买一些药品 自己去清洗 然而经过对杨错村村口监控的调取 以及在村中的大面积走访 侦察员并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证明刀小峰曾经来过这里 但是线索断掉了 我们也不能排除他这个人 已经逃离了交迷这个地方 侦察员们又晚了一步 沉闷的气氛在寻刀群 接连持续了两天 9月26号 案发后第六天上午 寻刀群里沸腾了 凌晨似乎有情况 行言刀小峰 他手拿一板遗伞 遗伞是打开的 因为当时有下雨 他就一个人 还是穿着旅游行 从杨错村方向 往龙齿方向走 是走在角江路的右侧 连行道上面 这个线索终于 右扶上来 给我们侦察 提供了很强的信心 龙齿开发区 是刀小峰之前的主要生活区域 他为什么凌晨冒雨出行 是在趁着夜色 躲避警方的追踪吗 大胆的假设说 他已经找到空中了 他一路步行 先往龙齿开发区 他究竟要去哪里 回来又要做什么呢 夜雨忙龙 刀小峰凌晨现身 他是说 我就在 我就在 这个困地身上吧 茅草端场 如何找出藏身之所 他刚好是 背对着我 背对着我 正在去谁 不敢面对 人生如何 越走越偏 他们一直没有 原谅我们 我都不敢回气 捉刀记 天网栏目 正在播出 龙齿开发区 流动人口多 夜生活丰富 即使凌晨 这里也很热闹 发现刀小峰的踪影后 侦察员 沿路展开了 大范围的走访 我们之前有 谎问这个 刀小峰的出租屋 房东 房东他有跟我们 缓令说 刀小峰有一个 黑色的旅行包 还有家里有一个 黄色的石皮带 有关刀小峰的影像 都在寻刀群里 这些照片 是侦察员走访的 主要依据 访问从白天 一直持续到凌晨 等到那些 夜晚出车的 摩迪斯基出现后 线索也出现了 凌晨三点多 一位摩迪斯基反应 他遇到过这个人 根据这两个 行李的特征 以及摩托车司机 对乘车男子的描述 警方判断 这名乘车男子 正是刑医人 刀小峰 摩迪斯基在龙池 拉上大包小包的刀小峰 并按照他的指示 一路开向 再见的万达工地 然而到了万达工地 他并没有下车 他一直说在前面 在前面 我一直说 他在哪个地方 他就给我说 在前面念听 这个地方 是 他是说 我就在 我就在这个工地上 刀小峰下车的地方 正是阳错村附近的 一处工地门口 在摩托车司机的指引下 侦察员找到了这个位置 刑医人是跟他说 他在习工集团那边上班 所以我们当时也推测了 他应该是在那边上班 我们有 调集的 刑特警 包括派所的警力 就完全有能力 控制这块工地 凌晨四点多钟 专案组马不停蹄 大批警力 开始对工地宿舍 进行快速排查 然而 让所有人大失所望的是 刀小峰并不在这里 当搜查没有结果的时候 我们 及时在天面之前 撤住警力 一边打扫精神 27号上午 专案组已在阳错村附近 进行了严密的布控 这里背靠大山 除了凌晨排查的工地以外 这里还有几个场子 分布在山间 侦察员开始秘密走访 不出所料 他们在上山方向的人行道上 发现了刀小峰的血印 很浅的 在人行道上留下的 就那么脸眉 先对能够看得见花纹的那种血印 而且他的行走的方向 是现集装厂这个方向 这一方向的判断 极大的增强了侦察员的信心 在其中的一家机砖厂 他们遇到了一个江西级的工头 反复询问下 他才回想起来 四五天前 他在阳错村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确实遇到了一个求职的男子 我马上把那个手机里面 传着刀小峰的照片 给这个江西的工头看 他说对啊 就是他 警方终于找到了 嫌疑人刀小峰的准确下落 经了解 警方得知 此时的刀小峰 正在宿舍里煮饭 这里是山区 周围地形复杂 为保万无一失 抓部队员按照预案 分别展开了行动 他刚好是背对着我 正在切材 比较专注 应该没有意识到说 外面留着 你这哪个字 今天为什么他会被抓 我知道我犯错了 那天你们武器 一直冲糊涂了 把他弄了 弄了什么意思 意思是把他杀一样 把他杀了是吧 通过刀小峰的指认 警方在他的出租屋旁 找到了断层两节的水火刀 以及刀小峰作案室穿的 鞋和衣物 经过送检 也认定了 刀剂以及包裹刀剂的纸巾 上面的DNA 成分既有刀某的 也有实则线某的 他对受害人 所做的那些动作 应该是很凶残的 就是要置他一死地的 这种想法 不能他那个水火刀 刀柄 也不会断 经过DNA比对 警方认定 案发现场的滴落血迹 以及枕头上的血迹 都是刀小峰留下的 我们从他的左手伤口来看 也是被利刃割伤的 而且那个伤口的线线程度 跟我们放花时间 应该是吻合的 面对警方的审讯 嫌疑人刀小峰 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 2015年9月20日 晚上9点多 刀小峰刚刚还了曹老板的债 此时他已经辞了工作 失去了收入来源 摸着口袋里 仅有的100多元钱 他突然想起了项羽蒙 此前他经常找项羽蒙按摩 两人还算熟悉 他是跟我一点 反正有点相似 我是觉得有点同心 他也跟我一点 跟我一周见都是相差不了多少 他老公喜欢赌博 然后都被他老公给赌输掉了 所以两个人就一直在闹矛盾 2014年 商业分之后 他就从老家自己过来这边打工 两个人都是离开孩子和亲友 背景离乡来到漳州打工 而刀小峰的经历更加令人唏嘘 他一直因为好赌 而不受家人待见 为了抽携赌资 他卖掉了家中赖以生存的 唯一一头羹牛 此后 他的妻子和家人 就跟他断绝了联系 他们一直没有原谅我们 我都不敢回去 他们是恨你恨这个 不爱 不爱 看见这个赌的方面 然而 刀小峰并没有因为亲情的隔绝而戒毒 反而越陷越深 他记不了 有时候晚上换纸包 又想出来 9月20日晚上 刀小峰决定找项羽萌要钱 他认为此前给这个按摩羽的钱不少 要点钱用 他说没有 说爱人又开口向他要钱 老羞承诺 赌博是导致刀小峰和项羽萌 各自家庭破裂的诱因 而犯罪嫌疑人刀小峰 偏离正常的生活轨道越来越远 中央罪恶 自己原谅不了自己 自己犯了那么大 在案发后的七天时间里 关于嫌疑人刀小峰的线索 一直在微信群里即时发布 并实时共享 现代科技的运用 不禁高效地推动了侦破工作 而且凝聚了整个装案组的战斗力 中央集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片网栏目近期播出